好 朴之仙 非有抛福丹淑之功 文史兴利 近乎于朴著之间 故主上所戏弄 昌忧所续 留俗之所轻也 这句话呢有点长 朴之仙 朴之仙指的是我的祖先 就是我们家里的那个前人们 非有抛福丹淑之功 这个抛福 这个抛福的意思呢 是因为古代的帝王啊 他在分封诸侯或者是功臣的时候呢 经常把一个符节 其实就是个信物 今天我们来讲 把这个符节呢 一分为二 然后呢 你拿一半 我拿一半 作为信手的一种证件 就是你非常有功劳了 才发这个东西 丹淑呢 指的是那些 帝王发给功臣的那些文书 这个凭借这个文书呢 可以免罪 就是你犯了罪以后 只要有这个文书 可以将功补过 将功补过 就是我的祖先 没有立下这种 败绝封侯的功勋 然后只是干什么呢 文史心力 文史心力指的是 只是负责担任 文史心力方面的太史令 这是太史令 当时干的事情 就是文史心力 主要历史 天文 历法等等 就是只负责这样 这些工作 近乎于普柱之间 这个普柱指的是 普呢指的是普官 就是占卜的 这个主呢指的是乌主 都是祭祀和占卜的官 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呢 都是担任太史令的 然后地位呢 接近于补官和这个乌主 这个乌主 这这官是干什么呢 故主上所戏弄 昌幽所续 就这本是皇上 主上就是皇上 这本来啊 就是皇上戏弄 被当作乐师幽灵来续养的 昌幽 昌幽呢 就是专门跟皇上 比如说唱歌跳舞啊 还有奏乐的人 这就是古代的乐师 乐师 就是地位啊 和这些唱戏的 这个乐师幽灵啊 是一个地位啊 留俗之所轻眼 一般被留俗的人呢 所轻视的一个职务 从这句话里 可以看出来 这个司马迁呢 对他祖先的这些工作呀 还是认得很清楚的啊 觉得他工作是留俗之所轻眼 大家都是看不起的啊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即使我伏法被杀掉了 被砍头了 也只是像九头牛上 掉了一根毛 那么同这个楼骨 地上的楼骨蚂蚁 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地位太轻微了啊 跟这些小动物死了以后 没什么区别的 而世俗又不遇 而世俗又不遇 能死结者次比 死结者是一种人 为了结义而死的人 而且呢 我死了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世俗的人又不会把我 同那些死结的人相提并论 就是那些死得很伟大的人 然后相提并论 特以为至穷罪集 不能自免 足就死了 只是以为我愚蠢犯了大罪 那么不能够自己避免 终于呢走向死亡 足就死了 就是终于 也就是说如果我死了 然后在别人的眼中 我也只不过是个愚蠢的人 然后自己遭得罪 自己遭得罪 然后呢就被杀掉了 就杀掉了 没有人会觉得我是死得很伟大 何也 这是什么原因呢 树所自树立使然也 树呢是平树 平时 或者叫平时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就是因为啊 平时啊 自己对所从事的职务 和所处的地位怎么样 造成的 自树立 自树立使然也 就是平时 自己的职位决定的啊 就是职位和地位 都很低造成的 接着往下看 这句话是非常著名的一句话 人故有一死 死 或众于泰山 或轻于红毛 用之所去意也 这个去意呢 是指不同的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 就是说人呢 固然都会有一个死 但是死 死的死法不同 死的有的死的重于泰山 有的却轻于红毛 死的价值怎么样 不相同 用之所去 用的在这里 可以解释成价值的意思 就是因为 我们死的价值是不同的 所以有的人死 重如泰山 有的轻如红毛 泰山不如仙 其次不如身 其次不如礼色 其次不如此令 泰山不如仙 的意思是 最上等的是不侮辱祖仙 泰山 最上等的是死的不侮辱子仙 其次不如身 其次呢 是不侮辱自身 其次不如礼色 再次呢 是不如自己的什么呀 脸面 这个礼色呢 其实我们说的面子 脸面的意思 不侮辱脸面 其次不如辞令 再其次呢 不侮辱自己的言语 词令主要是指这里 词令指的是言语 其次 虚体受辱 再次呢 就是 长久 长久的跪在地上受辱 这个 虚体受辱 主要是跪地 长久的这种跪地 长久的跪地 这叫 这叫长跪 这里这个主要是指蛆的意思 通这个蛆 蛆体受辱 其次 义服受辱 义服呢 因为古代的犯人呢 他穿衣服 他穿的这种红珠色的衣服 这里主要是指的是 不是换上秋服 进监牢 不进监狱受辱 其次 关锁木 关木锁 关木锁 批锤储受辱 关木锁指的是 脚铐铐铐 把它扣起来 进行挨打 受辱 然后呢 这个批锤储 锤的本意呢 是杖 我们说打你多少多少杖 就是木杖的意思 木杖的意思 锤储放在一起的意思 就是拷打 严形拷打 用棍子打 用棍子打 然后用精条打 这个储的本意是指经条 也就是都是刑具了 其次 剃毛发索金铁受辱 那么再其次呢 再次是什么 这个剃毛发是指 把头发全部剃光 这个其实就是古代的昆行 一种刑法 索金银呢 索金铁呢 它是古代的钱行 钱行怎么受呢 索呢 这个鹰的本意呢 是指缠绕的意思 而金铁主要是指的是假锁 那么就是把那个你的脖子里边 锁个大铁锁 把你浑身锁上 这个叫做钱行 所以又叫鹰金铁受辱 其次毁肌腐断肢体受辱 那么再其次呢 是毁坏肌肤 然后呢 截断你的肢体 砍你的脚啊 砍你的手啊 这种 最下 最下等的是 辅刑即矣 最下等的受辱呢 就是 使行公刑 也就是使行辅刑 这是对侮辱的什么 极点 他其实写了这么多 受辱的方式 他其实无非就是想说 我司马迁受了最下等的 侮辱 受了最下等的刑罚 接着 转约 行不上大夫 这个转约 主要是指李济里边的一句话 李济说 行不上大夫 行不上大夫的意思是说 就是刑罚呀 不上大夫 就地位高的人啊 此言 事劫不可不勉力也 这是说 事的节操啊 不可以不加以什么呀 鼓励和勉力 蒙虎在深山 这句话的意思是 蒙虎在深山 这个很简单 就是蒙虎在深山的时候 摆受震恐 所有的野兽都害怕他 急在见景 这个尖呢 是指那些栅栏啊 专门拦野兽的栅栏 这个景呢 就是这个陷阱的景 等到把它关在栅栏里边 或者是关在 吊在陷阱里的时候 摇尾而求食 他就会 这只老虎就会摇着尾巴 怎么样 讨求食物 这是什么原因呢 即威约之见也 威呢 主要是指的威力 约呢 主要是指的约书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这就是人们呢 用威力和约书 使他逐渐驯服的结果 就是一只老虎 在深山的时候 是很厉害的 但是一旦被人捉住之后 他就要摇尾求食了 讲了这么一个状况啊 故事有化地为牢 事不可入 薛木为利 义不可对 那么所以边 事有看见 事就是人事啊 事呢 有看见化地为牢 而绝不进入的 面对萧木为利 而绝不制达的 这是因为什么呢 定计于 这个定计于先严 定计于先严 这都是有越 早有定见 态度怎么样 坚决而鲜明 态度而坚决而鲜明 今交手足 受牧所 铺肌肤 受棒锤 忧于环墙之中 这个等于交手足 交手足呢 就是把你的手和脚 被捆起来的时候 受牧所 牧所呢 就是你带着镣铐 带着镣铺 铺肌肤 就是把你的衣服都脱掉 都脱掉 然后把肌肤都露出来了 就把衣服全部扒掉 受棒锤 然后接受拷打的时候 被忧于还墙之中 然后被自己关在什么 监牢之中 你看这个时候 就是一个人呢 一个人被关起来的时候 它是什么状态 当此之时 见玉立着头抢地 这个抢呢 有两种版本的写法 有的直接写成了枪 有的是抢地 当此之时 见玉立着头抢地 那么当你被人关押起来 挨打的时候 然后在监牢之中的时候 见了玉立 玉立啊 你都要点头触地 就是你颠到了玉冠 你赶快就要跪到地上磕头 施 涂力 则心 气息 何者 这个涂力呢 这个涂力呢 指的是就是这个 见了这个老子 心里就特别害怕 那么涂息 涂呢 本是担心害怕的意思 那么这个涂息的意思 就是特别的畏惧 特别的畏惧 然后恐惧 喘息的意思 叫涂息 这里引生为害怕 就是你见的那个老子 就特别害怕 所以见涂力 见玉冠的头抢地 马上要扣头 何者 为什么 跟这只关起来的老虎 是一样的 即威悦之誓言 即威悦之誓言 就是被玉立的那种 威风 约书所造成的 这种胎势 这种胎势 即以致誓言不辱者 所谓强言而 何租贵乎 等你到了这个地步 还说不受辱 那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呀 强言 强言就是厚脸皮了 这是我们说的厚脸皮了 有什么值得尊重呢 何租贵乎 没有什么可值得尊重的 就是人一进监牢 没有什么可尊重的 你只能厚着脸皮活下去 下边他开始举例子 举了很多例子 且西伯 霸也 居于幽里 这里边讲了一个人 是讲的是谁呢 是指的是西伯侯济昌 当年的西伯侯济昌 是个诸侯的领袖 但是他曾经被关在 幽里这个地方 这个幽里是河南的一个地方 李斯相爷 李斯当年是个丞相 可是他受尽五行 受尽五行 这里边主要指的是赵高 把李斯给害掉了 判李斯 然后把他给车裂了 车裂就是五马分尸 具于五行呢 当然这里边指的是广泛的一个 一个就是说 把他给腰斩于咸阳了 十五行 这里的五行呢 主要是第一个是割鼻子 这个刑法是五行 斩左右脚趾 把左右的脚趾给给斩掉 这是第二种刑法 第三种呢 是抬杀 就是拿个拿个拿个棍子 把你给打死掉 叫抬杀 还有削手 削手呢 就是我们说的 在第四种就是削手 削手就是把脑袋砍掉 还有一个阻骨肉 阻骨肉的意思就是 阻幼之行 阻幼之行就是把你剁成肉酱 后来这个李斯呢 被腰斩于咸阳了 腰斩于咸阳 当年是秦始皇的宰相 在里面举了第二个例子 第三个例子 怀银王也受谢于臣 怀银王韩信 指的是韩信 当年被封为楚王 被封为楚王 刘邦封他为楚王 受谢于臣 然后在臣这个地方 就被捆绑了 因为当时为了做这个韩信呢 然后刘邦听了这个陈平的计策 然后呢就到南游到臣这个地方呢 就把韩信给约出来 直接就把他给捆绑起来了 彭越张傲 难免称姑 戏欲抵罪 这里边又讲了两个人 彭越和张傲 这两个人 那么彭越和张傲呢 当年也都是王侯啊 被定下 最后呢被定下重罪了 因为什么 人家诬告他谋反 难免称姑的意思 就是说称姑呢 他就是称帝王 就是谋反之罪 然后怎么最后被放到监狱了 这两个人 这个彭越呢 是当年 也是刘邦手下的梁王 然后这张傲呢 是赵王 两个人都封王侯了 后来都被人诬告 说是谋反 刘邦就把他们关在监狱了 你像彭越比较惨 彭越呢 被移三族 就是租了三族 租了三族 这讲的是人很惨 很悲惨的啊 这里边你看讲了几个人 第一个西伯 第二个李斯 然后第四个 第三个怀音侯 韩信 然后那个 然后第四个彭越 还有这个张傲的例子 那么第五个是 将侯租租旅 权倾五伯 丘于寝室 寝室呢 是指 寝室主要是指的是 这个 请罪之事 其实就是把他抓起来 将侯租租旅 这个这句话的意思也是讲 将侯呢 指的是一个人叫周伯 也是一个汉初的开工大将 跟着刘邦的 这个周伯呀 曾经诛杀租旅 曾经诛杀租旅 那个权力大的 可以凌驾在春秋五霸的 这个地位之上 最后还是被囚禁在什么 请罪之事 还被抓起来了 下边讲的魏祺 大将爷 依朱 依朱义 官三母 这里边讲了魏祺 魏祺就是魏祺侯 窦英 窦英呢 当时是大将 在吴国平定了 七国之乱 但是他和那个宰相 田芬的 关系不和 然后就想了个办法 把这个斗英给抓起来了 依朱义 依朱义就是换上了秋符 换上了秋符 官三母 官三母的意思就是 脖子也锁上了 手也锁上了 脚也锁上了 就是说 然后全部带上镣铐夹锁了 全部带上镣铐夹锁了 这当年也是魏祺侯 也是个大将 接着往下看 祭布为朱家前奴 祭布这个人呢 是当时项羽的一个大将 项羽失败以后呢 祭布呢 就把自己 卖到朱家为奴隶 去当奴隶去了 然后祭布呢 卖身给朱家 然后做代家的奴隶的 冠夫受辱于局势 那么当年这个 祭布的同事啊 冠夫 冠夫呢 也是平定七国之乱的时候 他非常有功劳 但是也是得罪了这个 宰相田芬 后来的时候 也被囚禁在什么呀 少府之中 菊氏呢 主要是当时属于少府 然后也被抓起来了 他讲了这些人 总结了 这些人说这些人干什么呢 此人 皆身至王侯将相 身为邻国 既既罪之网 不能隐决自财 在尘埃中 这是最后做的个总结 是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些人当年都 都是王侯将相 名声传扬天下 可是等到犯了罪以后 刑惧加深 而不能自杀 然后被关在监牢之中 这个情景怎么样 古今都一样 古今一体 古今都一样 这里的 急罪至网 这个网呢 其实指着网的意思 也就是罚网 在当时主要指的是刑罚 就说这些人当年 都是王侯将相 但是呢 最后都被关在监牢里 这种情景 古今都一样 安在 安在其不如也 这样的情况之下 怎么可能不受侮辱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由此言之 勇切是也 强弱行也 然后 照这样说来呢 所谓勇敢还是怯懦 强还是弱 都是什么造成的 都是形式造成的 就像那只老虎一样 都是形式造成的 神已何足怪也 明白了这一点 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神已就是明白了 思考了 想通了这一点 何足怪也 就没有什么可奇怪了 夫 人不能早自材 神末之外 以少凌迟 以至于边陲之间 乃欲引洁 思不亦远乎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人不能早早的自杀 来逃避法律的制裁 人不能早自材 神末之外 自材就是自杀的意思 然后人呢 不能早早的自杀 来逃掉法律的制裁 因此 以少凌迟 因此呢 志气就逐渐的衰微 等到挨打的时候 拿个鞭子打你的时候 挨鞭仗打的时候 然后乃欲引洁 引洁那是保全弃节 你还想保全弃节 这是远远来不及了 思不亦远护 这是远远来不及的事情 等你受刑罚的时候 那司马迁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你要自杀的话 你就早点自杀 不要被人抓住之后 侮辱之后再自杀 那个时候就来不及了 就来不及了 你想保全自己的气节 怎么样 也来不及了 古人所以众 众施行于大夫者 代为此也 代为此也 这句话是说 古时候的人 所以对大夫施行 很慎重的主要原因 原因就在这里 夫 人情 莫不贪生勿死 念父母 顾妻子 这句话比较简单 就是人之常情 没有谁不贪恋生 不贪生 然后呢 讨厌去死的 就是贪生勿死 勿是厌恶的意思 大家都喜欢活着 不喜欢死去 都怀念父母 顾念妻子 顾念妻子 这是人之常情 至基于义理者不然 乃有所不得已 至于为正义和功力 所激发的人 他就不是这样 这里有什么 有很多不得已的缘故 不得已的缘故 就是如果说一个人 被正义 所激发 他就可能不顾及这些东西 因为这里边有所不得已 有不得已的缘故 金谱不幸 早失父母无兄弟之亲 独身孤立 少卿失谱于妻子 何如在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我很不幸的 过早的父母都去世了 也没有兄弟 一个人孤单在世 少卿 你看我对于妻子 还有什么眷恋呢 就是我对家人 还有什么眷恋呢 我都没有家人 我没有什么可眷恋的 且勇者不必死劫 切夫沐依 何处不免焉 而且是什么呢 我又没有亲人 所以我对家人没有留恋 勇敢的人呢 不明大义 并不一定能够为死劫而去死 就是一个勇敢的人 如果他不明白大义 他不一定会去为了 弃劫而死 怯懦的人 仰慕结义 也往往能够勉励自己 怎么样 不怕其生 切夫沐依 这是指切诺的人 因为他仰慕 这个结义 所以他也不 他往往能够鼓励自己 何处不免 免是鼓励 就是说 往往免励自己 怎么样 不怕牺牲 谱 虽切诺欲苟活 夜扑施 我这个人虽然怯懦 想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也稍微能够分清楚 死劫和苟活的区别 去旧之分 它指的是两个分别 死劫和苟活 死劫就是为劫而死 苟活就是苟活于世间 我还是能分清这两个的区别的 何至 何至自沉泥 累谢之辱灾 累谢指的是监狱 监牢 何至于自己陷入 做监牢的这种侮辱呢 且夫 藏祸悲窃 忧能引诀 旷扑之不得以乎 这个藏祸指的是奴隶 而悲窃呢 是指的是 就是地位很悲下的人 这四个字连在一起 主要是指的是 那些奴隶悲窃 而且奴隶悲窃都能够自杀 何况我已经到了不得已的地步呢 就是说我自杀是可以的 我已经到了不得已的地步 但是我为什么没这么做呢 所以隐忍苟活 忧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 一个奴隶都能够自杀 我为什么没有自杀呢 我之所以隐忍苟活 然后被囚禁在污浊的环境之中 不肯死的原因 忧于粪土之中 粪土呢 这里繁殖污浊的环境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我活下来 是为什么呢 恨私心有所不尽 避露漠视 而文采不表于后事也 说出了原因 恨 恨什么呢 恨我的志愿还没有实现 避露漠视 如果我随随便便的死了 而文采不表于后事也 文采是指的文章 如果我随随便便死了 文章便不能流传给后事 从这一段里边 其实最后这一句话 写出了他内心的原因 他之所以隐忍苟活 然后愿意在这种 污浊的环境当中 活下来 恨的是什么呀 我的志愿还没有实现 如果我随便死了 我的文章便不能流传后事 但是很不妨 你会认识的 我会认识的 有点 我会认识的 我会认识的 没想到 我会认识的 所以我会认识的